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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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 举重女子组49公斤级比赛中 中国选手侯志慧获得冠军 这也是本届奥运会举重项目的首枚金牌 24日 基建女子个人重箭决赛中 中国选手孙一文获得冠军 中国基建时隔9年再获奥运金牌 24日 射击男子十米气手枪决赛 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庞伟夺得铜牌 24日 女足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中 中国女足4比4战平赞比亚女足 24日 中国乒乓球队迎来东京奥运会首秀 许欣和刘诗文在混合双打八分之一决赛中取胜 晋级八强 东京奥组委24日宣布 新增包括一名奥运选手在内的17名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至此 感染新冠病毒的奥运相关人员已达到123人 当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24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 依法对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作出责令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等处罚 广东卫健委24日表示 即日起广东省全面启动12至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推进12至17岁无禁记证人群应接进阶 24日起 四川绵阳福城区 吴家镇惠克路1号厂区 辽宁沈阳大东区 株林路50-15号楼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24日 吉林长春静越区 遗物流仓库发生火灾 初步核实死亡14人 重伤12人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广东珠海石井山隧道 715透水事故6名涉案人员 24日被刑事拘留 目前 事故调查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近日 河南郑州等地遭遇强降雨 郑州目前已有7名党员公职人员牺牲 经记者核实 网传郑州全面空中喷药消杀为假消息 目前 郑州正在针对积水等相关区域进行点对点消杀 消杀不会对民众身体产生影响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泰国媒体24日报道 泰国一大型工厂爆发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 确诊病例已超1000例 据悉 该工厂是亚洲最大的肌肉加工厂 厂区已经封闭 日前 位于俄勒冈州的美国今年最大规模山火 过火面积达1619平方公里 据悉 美国今年山火过火面积总计已超1万平方公里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 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见 在三个回合全部打完之后 双方是实必是大平 最后要进行决一剑 好的 孙一文这样就一剑封红 在三个回合树上 在三个回合树上 中断 真正 快点 全力带好 漂亮 完成的相当完美 好的 没问题 六把试举全部成功 完美的演出 杨倩9.8环 杨倩赢了 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再次祝贺杨倩 在这里面有个人 杨倩赢了 对 最后的主要是 杨倩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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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倩赢了